巴基斯坦一名妇女因为18岁的女儿 不听劝告私奔下嫁一族男子 结果她将汽油淋在女儿身上 把女儿活活烧死 这位母亲事后还上街上邻居高声宣布 自己杀死了令家族蒙羞的女儿 拉哈尔警方星期三已经逮捕了这名母亲 也在她女儿的身上发现了许多受到酷刑的痕迹 死者的父亲说 女儿是在5月29号私奔下嫁一族男子 婚后四天母亲要求女儿回家 不办一场婚礼 但是女儿不一 并认为母亲会杀死她 直到家属保证她的安全后 她才愿意回家 没想到却惨遭毒手 这名父亲说除了妻子之外 她的妻旧等等也都参与谋杀 她将会成为此案的指控人 希望当局查明 她的妻子为何会这么做 也觉得她多其实 她没有情节 相对 外公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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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爷